然後又是事事 警方控告陳玉峰非法集會這件事 那他沒有非法集會 沒說不能告你 事不來實有 吃得下雨滴汗 有些人 我看報紙就說他抽獲選獎 說他抽獲選獎 2011年的事 我不需要一日告你 我行駛他的權力 不用告嗎 怎樣是不用告 你說告錯了人 你就上國去打公司 贏了我就輸歌詞給你 賠償 你認為維持社會公義 民主黨派港 市民港 警方執法都維持社會公義 都是維持社會秩序和公義 你說他做錯了 你就跟他撐 是吧 你這個行駛公民確認 我理差只有你跟律師 你不可以說 你是見習律師什麼什麼 有什麼政黨 他的政黨更古怪 我聽回來就 又有些古怪 這個行駛參加的政黨是叫做三十的 好像是三十的 他的幕後人 好像是那些什麼什麼 梁特首 那些朋友才做主席 但他們都當作很古靈精怪 是很神鬼不分的 很早就對了 我們很公道地說 你既然在香港 他有你的規則 你說你市民有市民的權益和權利 執政者也有他的權益和權利 那不妥的就去法庭見 有什麼不妥的 又不用在出現討論 不要在出現討論 那些什麼愛港力啊 愛港力量啊 愛港什麼啊 那些 你一時同人要抓 你判網都一時同人 你嫌也無所謂的 我剛剛就留下了 剛剛我就搞原本就走了 不要假的 去大島 我們都心裡有數了 你那些被人抓的再不信的 吃得客戶底行嘛 你就出去再曬了 對嗎 又不用十個年後 有一條烤漢 不需要 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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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